有钱别省,生不带来,死不带去 有钱存在健康银行最保险 健康高于财富,有了健康,才拥有一切 民间顺口溜说得好,不怕赚得少,就怕死得早,留得健康在,何怕赚不来 为了健康,要舍得养生保健,该出手时就出手,该花则花,该行善则行善,有钱别省 有福别等,儿孙自有儿孙福,别为儿孙做马牛 别期望子孙长大,万事安排得当才享福,要争取时间,享受眼前福 要注意休息和调理,别为子孙过分操劳 疲劳是健康的第一杀手 累垮身体,累出病来,就失去享福的底线和资本,也给子孙带来拖累和烦恼 有气别人,人生在世,各自都有难念的经和难破的题 任何人在生活中都可能遇到这样那样不顺心的气势 气势客观存在,有气别人,憋气则气节,气节则病生 中一云,不通则痛,通则不痛 遇到气势,要找人通气,多方吐路,一吐为快,快吐为安 要多交易友和挚友,朋友是最佳的通气筒,也是为你倾注生命活力的打气筒 有恨别记,心胸开阔,人善未怀,小事糊涂,事事看淡,恩怨不记,就恨不记,保持天天有个好心情 古人的长寿三不知,不知恩怨,不知年龄,不知疾病,把不知恩怨列为榜首,足见有恨别记的重要 人到晚年,脑子往往望近记远,要提倡别提就怨别记就恨 耿耿于怀有损身体,还是以相逢一笑,免恩愁保健康